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Doggrove自从上次到达了我们的预测点 点16后突破不上 就开始出现了调整形态 这个也是我们在之前分析过的 目前已回落到关键支撑区间 不过今天出现了早晨之星K线组合 如果能在这区间稳住的话 那么它将有机会止跌回升 好 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Doggrove的最新技术走势 Doggrove今天拿起3分收盘在1.1 开始有点动静 在之前4月20号的时候 当时如果它不能突破 这个主力1.16也就是当时我们的预测点 如果它突破不上 那么它就是要调整 目前果然是调整了一波下来 之前我们画上支撑1块钱 然后关键支撑0.93 1块钱当时我们分析可能会守不住 然后可能会在这个0.93到0.1区间 要看能不能稳住 如果稳住 那么它就有机会止跌回升 当时它不能再跌破了这个关键支撑0.93 好 我们来看今天最新的走势 就是在这里它Doggrove已经回落调整了一波 然后它在1块钱果然是守不住 不过在0.93这里它没有跌破 所以目前它是在这个区间暂时稳住 而今天它有收了一个早晨之星的K线组合 也就是这个是阴线 然后这里有一个小阳线 然后青色的阳线回升 这种组合我们叫做早晨之星 也就是说它有机会止跌回升 所以目前我们要看它能不能 它占上这个1块钱以上 然后继续向上挑战这个阻力1.08 当然如果它能止跌回升 那么它有机会再次挑战这个目前的高点阻力1.16 但是目前的MACD 然后仍然在水上向下 虽然它的这个MACD的Histogram 这个bar有转清 但是它仍然是向下 还没有把金叉向上 所以目前我觉得它仍然会在这里区间震荡 然后MACD逐渐收容 金叉回去 这个才能转为向上更加的有力 目前我觉得它应该会在这里震荡 但是应该不会跌破这个0.93的支撑 所以目前我们要看TOKOF的走势 它能不能在这个区间 就这个是非常的关键 我觉得它不会这么快就向上挑战主力 但是它会震荡再消化压力 然后再止跌回升 再度挑战更高的主力 好今天我们就分析到这里 谢谢 不管你要更深入的掌握 每个交易乐的潜能 证实是股计市场机会 你可以花一点小钱 订阅我们的这个市场 市站技术分析 资讯服务 价钱也是大众化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我们Facebook那边了解详情 它的这个链接 我们将会放在下面的说明栏中 而我们也会在每个交易乐 侦查及分析当天市场的一些潜能股 来帮助大家更好的掌握 有爆发力的潜能十四股 希望可以为大家赚钱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